邀行第三季理监事会考栏国内通膨有缓步回降趋势 明年渴望降至2%以下 排版利率不变 但再度出手抑制房市 祭出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包含自然人名下有房屋者 第一户房贷不得有宽限期 而第二户购屋贷款最高陈数由六成降到五成 并扩大实施到全国 另外 余屋贷款最高陈数也由四成降为三成 相关措施自9月20日起上路实施 我们的信用的资源在这一段期间 整个像这个不动产倾斜了 而且倾斜的蛮大的 我们要释放出那个讯息 让市场觉得不要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的房价会一直上去的这个预期 央行也宣布 调升新台币存款准备率0.25个百分点 连续两季调升 央行认为在搭配道德劝说和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 将有助进一步减缓信用资源流向不动产市场 第七次的选择性信用管制 我们所花的力气 我们所花的力气 我们所花的时间 同事之间的一个讨论 加总起来对我们的一个压力来讲的话 我跟各位报告 应该是不输一到六次的加总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决策的时候 事实上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们还是有基础的 至于美国领准会宣布降息两码 台湾未跟进 央行表示主要考量下半年和明年国内经济温和成长 产出缺口皆为为福负值 利率政策不变 有助金融稳健 我们现在目前的政策利率跟16年前的政策利率 也是一样的高了 那这个过来就要如何来做 这个我想我们再来考量 通过我们的情况还有就是说我们要观察的那些 那当然就是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各个国家 它调降的幅度 央行表示展望明年全球商品贸易升温 新兴科技应用持续扩展 将带动台湾出口及民间投资成长 也预期基本工资与军工教薪资调升 将使民间消费蓄增 预测明年经济成长率为百分之三点零八 记者讯上林间台报道 都会区相当便利 但高房价高物价也让许多年轻人有苦难言 北市正面临人口流失的社会难题 民众直言不管是买房或是租房 蛋黄区的房价都令人不敢恭回 宁愿以时间换取空间 换得更好的生活居住品质 加上捷运系统便利 许多民众选择住在房价相对低的新北桃园 再透过通勤到台北市工作 可以看得到蛋白区 比如说新北桃园基隆的这些区域 提供了房价相对比较低 而且比较好的选择 那这也促使很多的北市市民 他往外去做移动 因为整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便利 所以加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根据统计 北市去年12月 人口数一度回升到两百五十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六人 今年一月又略降至两百五十一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 接着开始逐月递检 最新一次的人口数公布 为八月份的两百五十万两千零九十三人 如果依照近半年多的减幅 北市总人口数最快九月底或是十月 就可能降到两百五十万人以下 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李正轩 就表示是否长期追踪关注 定期每三个月邀及外部专家学者召开人口对策委员会 研拟阴影对策 预计在既有的乐生助养好助等政策成果之上 也将探讨友善育儿职场 饮法乐活措施等议题 行人穿越线前外加黄色色块引人注目 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放慢速度 而转进巷弄后限速二十公里 搭配波浪形状的人行道 在转角处步行面积变大 避免车辆转弯时不慎擦撞到行人 这样应该感觉不错 因为它很宽 然后又是新的嘛 颜色很鲜这样子 很鲜艳这样子很明显 那造型很特别 可能会特别让我留意一下 因为现在有路权的关系 我会特别看到那个字 会特别的谨慎这样子 这里是台北市交通局 正在事办的行人友善区 当地因为处夜市附近 外送车辆多 人车夹杂外 巷弄又相对狭窄 经地方与交通局多次座谈 催生出特殊的波浪形状人行道 未来也可能进一步变身为行人优先区 把路行从原来来直的 它改成就只会弯弯曲曲 它最大的目的是能够降低车速 让车速在当它可能要转弯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个幅度会大 所以它的车速会自然会降 这个向低 交通局配合十月即将上路的 行人交通安全设施条例 已预告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部分修正草案 增定汽车和慢车 行驶在行人优先区 得依速线减速慢行 速线必须在二十公里以下 若为离让行人也会开罚 交通部提醒 若车辆在专区超速 一般超速最重处两千四百元 严重超速最重处三万六千元罚环 在棒球场享受比赛气氛 近距离观赏球员每季 或是买杯饮料爆米花 到电影院大萤幕观影 体验声光效果 这些娱乐活动是不少民众的小确幸 而票价中包含娱乐税 不过行政院会十九号拍板 通过娱乐税法修正草案 授权地方政府停征相关娱乐税 并调藏部分项目的法定税率上限 娱乐税在各地方政府 课征的税率来讲 其实是相当的低的 也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努力的 去跟他们辖区的 这些娱乐产业沟通 希望能够在价格上面 做适当的回馈 根据草案 除了高尔夫球场税率上限 百分之二十不变 电影娱乐税率由现行最高 不得超过百分之六十 国片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 一律调整为不得超过百分之十五 职业歌唱技艺表演 也降为百分之十五 非职业吸引戏剧 音乐演奏等调降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 各种竞技比赛降至百分之五 舞厅等场所下调至百分之五十 其他娱乐场所则调为百分之二十五 不过以台北市为例 目前国片课征的娱乐税 仅百分之一 外国电影为百分之二点五 部分民众认为 对票价影响不大 其实我觉得应该影响不大 会花还是会花 反正政府也缺钱 我觉得二点五八 或是我可以接受 有业者或是由政府去吸收 那价格降低 相对大家去的意愿就变高 尽管朝野立委都曾表达支持废止娱乐税 但财政部指出一百一十二年度 娱乐税总税收达十八点九亿元 是地方不可或缺的裁员之一 因此不宜废除 希望透过修法带动艺文体育活动 同时保留地方政府财政自主的空间 至于是否考虑停征娱乐税 各县市都持保留态度 你不可能取消之后 观察了这个半年一年 发现没有显著的效果 然后又要再加征 这样一定会被人家民众骂丑头 本市将是修法进度 多方收集相关资料 并且参考其他五都的做法 台北省蒋湾表示 北市一年有三亿多的娱乐税税收 对市府相当重要 会持续跟各界沟通讨论 高雄市府也说 将以对高雄整体相关经济产值 及收入的面向 来思考娱乐税 听真与否 节评讯息启文综合报道 今晚会16号晚间 召开临时记者会提出四点理由 包含整并规划不完整 事故处理未有具体执行内容 令对被投资事业受险子公司 财务状况掌握不足 以及中信金公开收购 以换股附加现金 对双方股东权益保障不足 因此缓溢中信金 非合一并购新光金 对此中信金声明 主管机关对申请投资案予以缓溢 感到遗憾 尊重主管机关决议 台信金则表示 感谢主管机关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以16号台信金收盘价为基础计算 台信金出价以超越中信金价格 欲请双方公司股东支持合并案 而新光金控声明 合并案以稳定发展为首位 一切依法依规 并从各方利害关系人权益 后续仍将依相关法令办理 不过新光金控小股东 在社群网站 新光小股东自救会发声 认为主管机关否决中心病 不代表要接受新心病 呼吁小股东要团结 先拿回主导权 让新心病再添变数 台信与新光两金控 10月9日将各自召开 股东临时会 攸关合并成败 委托出大战也开打 如果10月9日 股东临时会未通过新心病 中信金未来可否再送件 尽管会强调 不论中信金是否有并购计划 或准备妥事 主管机关立场鼓励金融机构 良性并购 尊重市场秩序 记者综合报道 多名毒专家回到现场采样 载奔农地线刊 查访当地农药行 也与家属访谈 要加速调查离清 台中集体中毒案 背后真正原因 这起事件造成金风乡 兵茂部落三人身亡 当地卫生局以送验 蝸牛血童 以及阿拜小米种食鱼 三件检体检测 经过卫福部农药广筛检验 在食鱼发现不寻常讯号 验出有机磷托福松 卫福部说明 有机磷托福松是剧毒农药 中毒症状有瞳孔 变针瞳 抽搐 呕吐 昏迷等病症 即行期在5到30分钟内出现 这次采集的人体检体 初步也验出有农药反应 至于阿拜包了哪些食物 食药鼠提及 除内外层叶 还有小米 蝸牛肉 猪肉 根竹筍 到底哪个成分 可能掺杂托福松 虽是有待 官方进一步鉴别 但有学者检视 这次相关食材 认为种业跟竹筍 在种植过程 不太会用药剂除虫 它是使用在土壤里面 那它的半生期 其实也都不长 顶多就是一个礼拜 或两个礼拜 这样子的半生期 所以使用了以后 然后又在田间又降解 又衰退 要从药剂 到植物的残留 然后被人射死以后 造成像这个急性中毒的情形 基本上它是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纵使学者点出托福松 具系统性 会被植物吸收 用水洗不掉 但因此引发中毒 过去不多见 只是以官方统计 全案累计12人送医 其中三人死亡 也有6人持续住院治疗 究竟农药怎么进到粽子里 现在监禁也介入调查理清 记者 张明哲是关系 谢谢您 中间刚台北台东报道 监禁人员19号上午 现中台湾金阿波罗公司 因为里巴嫩爆出呼叫器 集体爆炸 造成上千死伤 震惊国际 外媒第一时间报导 指呼叫器来自台湾的金阿波罗 董事长许庆光否认 强调是授权给匈牙利厂商 BSE 也就是贴牌货 但士林地检署认定 涉及股安问题 以主动分安调查 19号上午 约谈许清光道案说明 台湾并没有直接出口 该款呼叫器到里巴嫩 且该款呼叫器内结构 包括通讯接收天线 微处理器晶片 通讯解码器 主机板 显示器 以及一颗三号 干式碱性电池 并不具备爆炸 造成死伤的可能性 外交部回应 金阿波罗从2022年到2024年8月 出口26万套呼叫器 主要是欧美国家 并未直接出口到里巴嫩 呼叫器内部结构 不具备爆炸可能性 但金融时报报导 呼叫器在欧洲或中东组装 也可能使用台湾或中国的零组件 至于呼叫器如何被改装成遥控炸弹 清大学者分析 可能是呼叫器的震荡器 被换成炸药 透过来电讯号的电流 注入给炸药 一旦电流瞬间能量够大 就能引爆炸药 学者认为这次爆炸案 与呼叫器的生产商关系不大 但就怕台湾卷入爆炸案 变成中东战火焦点 国安团队追查发现 事件发生后 社群平台冒出多起贴文 试图将台湾跟爆炸案做连结 而发文的IP来自境外 背后疑似是中共操刀 进行认知作战 加害者是谁 应该倒不至于导引到台湾这边来 因为台湾本身是一个相对中立的 一个技术跟器材 而且并不是列为原来出口管制 并不是违法出口的 朝野立委认为网络谣言不可信 需及时向国际澄清 也必须加强资安规范 学者分析 从地域层面来看 台湾与黎巴嫩 中东冲突没有太大连结性 不至于被点名是报复对象 当物之急是找出 谁对呼叫器动手脚 记者黄志杰 陈昌伟 吴家宝 张军豪 台北新竹报导 嗶嗶声响起机身的灯闪烁 BB Code 一幕显示数字 是电话号码 也可能是传情代码 跟朋友聊天 就用数字聊天 韩年代的时候用最多 对啊 因为可以穿520什么 那些就是以前 就是用这种方式 在还没有手机的年代 可接收简易文字信息功能的 BB Code 是不少四五六年 机身的通讯工具 一九九九年时 台湾用户多达四百三十二万 医师也会配上BB Code 但手机越来越普及 且手机对部分旧型 心脏节律器的干扰不明显 加上无法辨别重要性 渐渐被淘汰 第一个护理站回电话 只是病人睡不着 但是第二个护理站回电话 是病人血压掉了 有意识不清 这就没有在BB Code 在上面能呈现 所以BB Code变成用途 在值班的时候 就有点 不是那么好用 苏伊峰说 医师应是台湾最后一个 使用BB Code的族群 而就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中华电信停止呼叫器业务服务 就算手上有抠机 也无法使用 至于目前美食街的取餐呼叫器 使用频率和技术 都和BB Code都和BB Code不太一样 目前全球部分国家的医院和工厂人使用BB Code 外电报导日本京都二零一九年起也把BB Code用于极难救助 但学者认为若只是单项的讯息发布 现在很多技术可以取代 而且即便单项接收有成本优势 但前提是台湾有电信业者愿意重新提供服务 9月初中方才宣布恢复台湾文旦进口 18号晚间中国财政部却宣称 因为台湾单方面对中国产品出口 采取歧视性的限制 点名赖政府上台以来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升高两岸敌意对抗 阻碍两岸交流合作 25号起停止执行对台包含鲜水果 蔬菜水产品等三案四项农产品 免征进口关税 行政院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 再次呼吁中国要尽速的依据 WTO的相关规范与我国来进行协商 用对话来带去对抗 来务实的沟通解决争议 农业部一直以来都积极的在协助 农民来拓销更多的外销的市场 今年开放了生鲜的凤梨到纽西兰 以及红肉的红龙果外销到日本去 路委会指出三案四项农产品 是2005年联湖会中方单方面宣布 没有经过政府交涉 现在突然片面取消 证明中共的善意都有政治目的 也是可以用来武器化的工具 中方施压不只从农产品下手 入委会证实台塑集团一名台籍高层 管理干部在对岸被边控管制 也就是限制出境限制出海 从九月初至今还没返台 学者分析中方近年都是先大范围限缩 再举步开放企图达到统战目的 用经贸跟社会资源操作杠杆 例如开放福建居民到金门马祖旅游 恢复台湾文案输入 都是针对性的释出善意 学者认为北京当局是有步调的对台施压 并非只因为台湾政治高层说了什么或调整政策 建议政府要审慎应对也呼吁民众不要落入统战陷阱 记者恩荣张明如台北报导 国人应尽期盼收骚国造潜舰海昆号 正在如火如荼进行驳港测试 但面临十多项缺失需要改正 目前进度落在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左右 何时能进入海上测试 以及明年是否顺利交建备受关注 国防部长顾立雄正面回应 孤灵雄证实海昆号预计明年十一月交建 尤其国防部已经为后续舰做准备 一口气编列两千八百四十亿元预算 从一百一十四年到一百二十七年 花十四年打造七艘前舰 采二加三加二方式建造 顾立雄解释八艘前舰能发挥 其息隐匿的作战用途 学者认为有助维持国防产业量能 针对未来前舰作战 水下救援能量是否足够 顾立雄透露除了规划救难舰 也与有盟国家签订相互救援机制 此外国防预算配置重点 则反映国军聚焦AI运用 无人机采购 官兵服效初级 战架车各式火炮亮相 朝海面开火 精准命中射击区域 禁防部十九号在列宇东港附近 展开泰武操演 强化外岛防卫能力 但船出有预传干扰 一度影响操演 确实完成反登陆作战 各阶段战术行动 精确打击目标区 除展现官兵凭使精实训练成效 更验证外岛防卫作战能力 国军验证防空作战 而中框航舰辽宁号十八号大动作 通过台湾东北海域 同一天也有大量机舰绕台 瑞板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 紧盯辽宁号动态 掌握辽宁号与两艘驱逐舰航向西太平洋 记者黄梓田 陈昌伟 台北报道 中国籍王姓男子 从中国偷渡到新北领口被捕 遭到法院申请积压禁件获准 再度引发海防及国安疑虑的讨论 对此海委会主委管毕林 再次脸书发文 重申海巡没有人为疏失 也强调海巡不是什么都没做 计划内含建制及整合环岛自卫型 暗器监控系统 红外线热显像系统 及港区监视系统等三大系统 强化小型目标及远距离征收效能 海巡署已经计划逐年强化海防能量 而从中国籍的偷渡犯人数统计 从民国9月7年的73案115人 逐年减少 至113年9月15号 只有5万5人 而这17年来 合计有321案475人 这是偷渡橡皮艇过小 无法侦测小目标的问题 海巡署也着手改进 雷达建制上海巡署强调 已经就第三代雷达建制好几个试办点 根据使用经验做好工人分析 管碧林强调 有关无人机计划 已经指示海巡署 提案争取115年度 全面建制的中长期计划 也强调国家海防确实需要大幅提升 目前已经审完海空一体 精锐海巡 政策方针的大纲表 希望能一步到位 强化海防量能 记得陈安新吴家宝泰报道 台湾全民健保实施 即将满30年 但自费医劳占比却越来越高 随着新药新医财 新医劳手术技术 持续问世 也带动自费医劳市场 以骨科来说 常见的自费医财项目 包括骨折钛合金钢板 人工关节陶瓷垫片 以及微创脊椎骨钉等等 也许也举例 像是心脏科 牙科骨科等 都是较多自费 技才的课别 因为科技不断的进步 很多的 不管是材料的进步 设计的进步 全民健保 我们知道 国家没有办法 一直在给大家涨健保费 但是科技不断的进步的时候 国际大厂都会涨价 涨价是合理的 消费者物价指数不断攀升 医劳自费金额也节节升高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 公共卫生研究所教授 蒲正云分析 经济合作际发展 组织会员国自费医劳占比 结果发现台湾高居第三名 自费占比达百分之三十一点五 新光医院副院长洪子仁认为 近年医劳成本大幅增加 各家医院医疗收入自费占比 逐年增加 这是可预期的趋势 健保不可能包山包海 认真的去思考健保的总额预算 还是要适度的增加 大家多缴一点保费 让原先是属于自费医疗的项目 纳入健保呢 还是要如同现在的发展趋势 健保只能保基本的一些医疗项目 剩下不足的 除非你自己有买商业保险 那否则你可能就会面临财务上的困境 洪子仁表示 因认真思考健保总额预算 还是要适度的增加 才能让健保署更有能力 纳入更多原先属于自费的医疗项目 也建议民众在目前的健保制度下 面对高医疗费用时代 规划适合自己的商业医疗保险 才能减轻自费医疗负担 接着黄畔城鸿毅 谢奇文台北报道 老街人潮络绎不绝 不少民众趁中秋假期外出旅游 受惠于今年台湾灯会 台南安平古堡及老街周边 一到六月观光总人次获千万 成为上半年十大热门景点榜首 台南就是一个非常美食的 美食的地方 然后也很多玩乐小吃 会让我们大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你真是给老街人就无欠 十大景点除了安平小镇 鹿港老街 文化路夜市 中立老街西沿岸步道 及嘉义快义生活村 都是今年新列路统计的景点 去年十大只剩北港朝天宫 跟武德宫还在榜上 名单可说是大洗牌 高雄伯二跟爱河因黄色小鸭 等活动加持进榜 台北101则因今年改以 人潮技术器统计而上榜 纵观去年十大不仅有八名落榜 其中国府纪念馆因去年有灯会 导致今年跟去年同期落差大 而台中逢甲夜市及一中商圈 不仅落榜 人潮也少了 大约百分之一到六 学者分析热门景点洗牌 仅代表旅游趋势改变 今年上半年总观光人次 仍比去年同期增加 面对商圈落榜 台中市府也准备发放 第二波物条券 希望带动商圈经济发展 记者陈怀与陈显坤综合报导 纪念馆 元 确 仍